詞曲 李宗盛 當年你用九年時間建閘督察升做警司 是的 九年時間 因為當時是頭三年建閘 建閘後才建閘督察才變成兩粒 接著兩粒要升做一半 現在的總督察 應該還會升作作理警司 但當我做了高級督察時 已經轉變成沒有了在理警司 高級督察也變成總督察 直上就做了警司 因為我曾經受過反貪污部 所以不是說人間煙火 我不是那麼希望參與一些 所謂那時的比較普遍的貪污 我不容易受到引誘 有些人可能會懷疑我 或者是會猜忌我 會忌我 於是我除了做刑事偵緝的王國之後 是很開心之後 根本上去到一些比較高級的地方 都是被人擺去一些比較安靜的地方 讓你不要搞亂當 你又沒有什麼游泳 你就在那裏做多佳地做 我亦都覺得很沉悶 那個機會就是 雙方和梁寶治導演找我 搞一個劇本拍一部戲 後來是《跳灰》 因為我很勤力 我做刑警的時候 我整四年沒有放過假的 我就拿了這四個月去跟了《跳灰》的拍攝 就跟了梁寶治導演學展接 學配音樂 還有去做PA 就是做場務幫忙 什麼都做的 那時候是變成了投資方 葉志銘先生就叫我不要做警察 幫我做發行 就是電影各方面 電影的發行 製作 於是為了追夢 後來他說多少錢 我1萬2元加起來有1元 差不多2萬元 他說我雙倍你這個數 他說雙倍 雙倍 這世界哪有這麼好的 我能夠做到我夢未求的職業 人工還在現在的雙倍 開心到 直接喝了幾口海水都不給了 都答應了先 怕著他改變主義 就是這樣 於是我放完那四個月假 那星期六早上 我就回到警察總部 有一封信 我現在告辭了 我resign了 那很多人以為我是退休的 我不是退休的 我當時只有30歲而已 我說我不做了 那我就補回一個月假人工給他 我就立刻可以離開 那立刻就上班了 我看過早上就是 你是那些警匪片的顧問 最早的時候 跳灰就是 跳灰就是 但是之後我認識了劇本 就自己參與劇本 我都拍了很多不是警匪片 我只是導演第一部電影 就是《文仔的肥造譜》 是一個青春愛情片 為什麼呢 不是 因為我喜歡電影 其實我喜歡的類型很多 那你就說 經常演警察 一部電影都找你演警察 是啊 很悶的 有些姓都不改了 人家找我演個電影 他演的角色也是講真話 做生都是警察罵人 不是罵龍成龍 就是罵周潤帆 不是罵周潤帆 不是罵周潤帆 就是罵我成建勳 我覺得是很憤怒的 那時候我現場就在寫 你不專注去投入那部電影去拍 雖然是喜劇 那我不覺得我一向都沒有什麼代表作 所以你說 最威水 我認為 我想不起 但是 自己覺得是 很後悔的 就是兩種 就是永不參加影展 第二就是 不專注於演戲 這是我最不開心的 即是你活到今時 今天 七十 差不多七十三歲了 那你會不會 人生當中 你有什麼金句 是可以代表自己的 金句 最新的金句 應該這麼說 就是在我的演唱會 我是發覺來心 說的 其實是說 如果你夠長命 什麼都可以發生 我的 座右銘就是 無論多壞的事 都有他好的一面 這件事要自己去發掘 要自己去想 要自己用好正能量去看每一件事 不要全部說 哎呀 受到少的挫折 一些打擊 就是 很少變壞事 而是我們應該從中 得到一些經驗 得到一些體驗 或者得到一些精髓 能夠將它 變成一件好事 鄭秀文更是冤枉 我告訴你 冤枉到怎樣 我去華盛的時候 我最疼 四個人 就是 許志安、鄭秀文 梁漢文 和後期的車遠縣 然後我就走了 海俊傑來了 我也走了 從頭到尾 許志安、鄭秀文 都是鄭秀文的男朋友 我是他們的老闆 他們有什麼 不會跟我說 但是我要保護 不要讓外界知道他們的關係 我很疼他們 當他們是我的子女 是我的弟弟妹 但是 偏偏是有 其實是一個人 是那個報 我知道那個人 那個人 你也知道我是誰 他現在不在香港 他是用一些很惡毒的 在那裡說我 因為我是拒絕 跟他寫他的周刊 他開始就在他的報紙地盤 就在那裡一路重傷我 說我染了世紀絕性 開始說 說到我和鄭秀文 其實我就無所謂 我覺得對鄭秀文很不公平 他是一個 一向都是很善良的女生 他唯一找我是什麼事 就是工作上找我 他和我哭都是因為工作 因為他很重視他的事業 那天晚上我記得他 他出來哭的時候 坐在車上 我還跟許志安說 我拜託你坐在後面那輛車 我在這裡哭 你就在後面那輛車 我一搞不定 他就回到你輛車那裡 因為他其實是很重視他的事業 一個女生和他的父母 所以這個冤枉到別人 我認為冤枉他這個人 真是對天不處 搞到我後來離開維生 我都不好意思找Sammy 我不想他見到我 記憶這些不愉快的回憶 雖然他都知道我那招募 但是為什麼要他 記憶這些不愉快的回憶 直至到在英藝人協會 有一次 我整張桌子都扔走了 然後他們有人怕我 然後我看到安仔 看到秀文和梁漢 那麼多年齡第一次 我看到他們三人一起 和他們那麼近距離 大家打群龍 我沒得走 他們說 其實我們很感謝當年 那麼疼我們 我聽他們說 我的眼淚水都來了 我都想你知道 那時候我真的很疼你們 你太太現在就不舒服了 沒有 他現在犯了輕微的腦退化 變成需要很多的 在醫治方面 在生活料理 在家人的關心 是很需要的 所以是 他在經歷一個很困難的時期 他自己不會知道 但是我們作為他的家人 會知道 但是我們 是要幫他克服這些事情 他現在認得你嗎 認得 他不認得新的 新的朋友難認得 舊人認得 你現在70歲了 你覺得 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不會覺得 你每次聽到 你和某人在一起 都覺得你好像 你要組織一個新的家庭在外面 年輕他會 他覺得別人侵佔 那種佔有的心態正常 其實很久都沒有 我們已經開始沒有